世界雨联很可能在2023年执行新的九分比赛规则 你觉得呢? 最近网传世界雨联BWF或这样调整比赛规则 分叉九分突然死亡之或引入比赛 何为九分突然死亡之呢? 据了解所有的羽毛球比赛有部分是强弱分明 如果是这样分叉过大的比赛 有些观众会觉得无聊 更将会缺少比赛的观赏性 这么一来继续比赛下去也将失去意义 因此世界雨联或将分叉超过九分的比赛就宣告结束 这有利于比赛的进行和观赏性的提高 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规则 毕竟场上有无限可能 但事实上世界雨联对于比赛制度的调整是经常的事 这事实上哪来一百分的公平呢? 此前世界雨联从15分改成21分就是一个先例 虽然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样的说法 但还是真实实行了 就在去年民间也在讨论比赛或将采用11分制 以增加比赛的偶然性和观赏性 但后来由于投票没有通过 所以暂时隔职了 说到公不公平 大家试想想 如果传奇李宗伟的三场奥运金牌战中 走的是15分制或者11分制 那些奥运金牌的银面会变得更大吗? 可能会 可能不会 可能有更多的金牌 也有可能连个银牌都没有 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不过这里面也透露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制度的调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因此分差9分突然死亡制也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相信有到现场看过球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看的是小组赛 要坐在观众席看上超过5到10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在世界雨连要做生意的角度来看 9分制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小编没记错的话 与球运历史记录中最疯狂的逆准翻番局最多也是7分到8分之差 那就是传奇李仲伟在2006年 在马来西亚公开赛以变态姿态从13比20逆风而行 拿下当时无敌的疯狂超级单 还有就是泰国女单拉查诺 在2017年的全英赛从落后11比18 连续拿下10分直接翻盘奥运冠军马林的画面 我不知道雨谈是不是以这个记录来提倡这个9分制 不过在小编的角度中 就算是9分之差哪怕是1%的机会 还是有几率翻盘获胜不是吗 世界雨联对于比赛制度的调整 是羽球界运动发展的必然之路 目前羽毛球运动的职业化程度还不高 希望雨联的积极调整有利于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后发展 期待球员们能够奉献更精彩的笔费 也希望广里城能够及时关注世界雨谈的变化 尽早做好准备 让才能长胜不衰 看到这里朋友 你们如何看待羽球界9分死亡之这个规则呢 你们大家认为什么规则要改才是对球员们最公平的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这些意见 如果喜欢这影片免费按赞订阅分享 投入羽球频道 那就会错过最新的雨淋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